孝敏 等一下...我要来个room tour 噢 妈咯 谢谢 欢歌 今天是没有云台的 那不行 感觉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了已经 嗯哼 厕所这么迷你 它书章台是在这里的 这个空间 利用的也太 太奇怪了 Hello 我们现在在北海道 现在是在酒店里 昨天晚上到了北海道 一片的白色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买滑雪衣 昨天在路上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一个滑雪 卖滑雪衣的店 就超大的一家店 我第一次看到到25点 太Q了 25点意思就是到 半夜的一点钟 我们已经在等巴士了 我们要坐两点半的这一班 待会儿他们车就会来 OK 出发 我们下巴士到达小镇咯 在这边有好多的小摊贩可以买东西吃的 前面还有 我们过去看看 我要那种咖喱浪汤 Chi can cutie and dung 我们这个点一个吧 你个选 哦呀 什么感觉 宝宝 这个 Chi can tikka 我感觉都很好穿 这个也不错 这个放的感觉也还好 这个小球球好可爱啊 我的囊也好了 是吧 是不是这皮很软 直接吃了 超级温暖的那种 咖喱的那种味道很浓郁 滑雪吧 买东西真的很浪费时间 褲子好像有点太宽 太宽了吗 我觉得还是这件全白的好看 对 红色就有点太像中国的 我觉得都差不多 橘色好看 你可能 我现在就想去 那不行 忍不住了 你忍不忍了 上一件 glove shopping 小姐不在选帽子 我说 来个这个颜色怎么样 这个色的也不错 他买完这一批 所有东西都买成了 太棒了 明天就可以去滑雪咯 先去那个 小货店买点东西 可以买一瓶贵海道牛奶 对啊 Good Vitamin C那个超好喝的 这个是吧 OK 买一个果汁 对 补充点维生素 这里其实也算是免税店 他这边好多这种 化妆品 我的妈呀 这边化妆品好多 去买单喽 再排队先吧 先坐大巴回酒店 呀好 这是我们在北海道 四天的伙食 贤惠的小姐夫 已经帮我们整理好 明天要用的装备啦 这都是我们今天新买的 OK 那么我们先要去吃饭啦 我们这一顿会在酒店里面吃 因为酒店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个餐厅 然后这酒店其实很好玩 我们待会吃完之后 应该会去泡个温泉 他们楼下是有免费的温泉 但是是男女分开的 我们先去凑凑运气 第一家先去Yotay这个 它这个是火锅自助的 大家就去拿那个蟹饺了 我们也赶紧去拿些蟹饺了 这么想吃蟹饺饺 我以前不喜欢吃的 自从上次在那个 六个天吃了蟹饺之后 我才想吃 要三个鱼吧 要吗 要 两个够吗 现在拿两个 现在呢 给拿两个吧 两个 牛肉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我感觉这个比较好 好吧 要不都试试看 你放一边一边 OK 小姐夫你说了算 这边是韩式的辣味锅底 这边是那个昆布的清汤锅底 这边就是海带的 小菜不错 哇 好脆 这个很脆 怎么样 这牛肉还不错吧 牛肉 牛肉不要脏 其他东西都好吃 天天时间到 拿了超级多的 菠萝 菠萝 很好吃 超棒 然后还拿了他们一根冰棒 不知道是不是 牛北海道的那种牛奶做的 这完全就是小布丁的味道 我天哪 它下的这么大的雪 我的天哪 Oh my god Oh my god 地上都有雪的影子了 太厉害了 天哪 这么大的雪 大家请不要看不起我好吗 我也是在北方住过六年的孩子 1 2 3 一个15NG 大家可能在你身上可以看得到那个雪的样子 看我身上的 对呀 我们现在先回房间换个衣服 就换那个浴袍 然后下去泡温泉 我的天哪 这窗外的雪才是真正的震撼哦 哇操看到了吗 这雪 哎呀我的镜头被卡住了 我的天哪 我们要去泡温泉咯 Good morning Hi 抱歉我的分叉刘海 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午饭 早饭 早饭午饭 啥啥风不清 早饭 对 然后我们预约的那个雪地摩托车 两个人一辆 小姐是带我们飞 飞起来 下面就是滑雪场 来 先吃早饭 他们的这个汤是在一个杯子里面 我点了一个 番茄农汤 哇 好漂亮哦 嗯 还好吃 赶紧来一口吧 好喝 俄罗斯口菜汤的味道 太棒了 汉堡 里面有薯条了已经 对还好有薯条 我还说要不要单点一份 我点的是 看着好像挺不错的 对特色猪肉的汉堡 这样先摆起来 就这样先摆起来教学是吧 对 这样先摆好之后就给你拍了 然后把旁边东西清理干净 然后安就按下快门声一张精美的照片就出来了 哈哈哈 快点来一口大的 张开你的大嘴 嗯 超嫩 他们以为那个是猪肉的 猪肉是他们的特色的一个汉堡 好吃就多吃点啊 别客气啊 都给你吃这点 好吃 我要吃点 生鸡蛋 黄煎的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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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棒了 我觉得是雪兰二汤 给大家看看我点的牛肉咖喱饭 我给大家试吃一下啊 还不错 就咖喱味感觉没那么重 有点红烧的感觉 对我看上去有点红烧的感觉 这个酒都肯定很好吃 土豆我们来一下 傻子土豆很好吃 来点酱 来一点 红烧咖喱酱 怎么样 再配上这首歌 太棒了 我觉得 我这比心眼有点大 对啊 我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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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子 就这样子 我就这样子 不是卡中间 这个在偷心 就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这个要不要够了 就这边都过去 我就在那儿子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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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安全 放它在你的臉上 所以如果你落下 OK,車會停止 這一個可以嗎 OK,我去吧 然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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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吧 好 好 我原來是你 漂浮的沉默 別在意 在風靠近 煙翻成雨 你慢慢清醒 擁抱緊了愛你 哇,我們現在在一個超級荒野的地方 好,開始了嗎 開始了 Woo! Oh my God Wait a second 幹嘛 我跟你說了吧 哇 看我的包 Restaurant reservation 我們現在先來訂餐廳 他們這邊餐廳都是爆滿 所以要先預約 嗨,我們訂好了 九點半的鐵板燒 我們現在出發去吃晚飯了 剛才回來稍微躺了一下 因為今天有點運動量 然後有些累 他這裡沒有三家嗎 好帥 Thank you I'm very 很酷 這是我點的梅子酒 然後這是小姐夫的 米酒 若米酒 很酷 可以了 有個香煎 鹅乾 品嘗一下這個鹅乾的味道 這個醬應該是照燒醬 嗯 超級油香普比 一股油香味 還有一個嘴巴裡爆開 它上面這個是洋蔥絲 超香的 蟹肉醬 感覺他們的這個鐵板燒非常精緻 就比我吃了一些那種西餐 醬料要精緻一些 這醬料非常好吃 這個是鮑魚 非常大的一隻 我們吃一下看 柔軟柔軟的那一部分 特別多 我這一盤是非碧 然後另外一盤就不那盤 是有兩種部位 我也不知道另外一種是什麼 先吃這一個 這就是穩定一下在六哥鮮的時候 吃到的那個牛肉 我的天啊 這個呢 對那個更誇張 因為這個是厚切 六哥現在是薄切 你知道嗎 這個簡直就是 像腳裡 對腳裡快油 甜甜來嘍 我們又要出發去泡溫泉嘍 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我去泡溫泉的時候會帶點什麼東西 這就是我全部要帶去泡溫泉的東西了 一個卸妝 一個截面 然後一個玫瑰噴霧 然後一個洗髮的套裝 然後一個眼霜 還有小梳子 一定要帶小梳子 還有掃耳朵的棉簽 對就是這幾樣東西就夠了 就是新品的旅行裝真的超級方便 小小的但是很禁用的 Good morning 我現在是已經全副武裝好了 我裡面帶的那個 我們上次買的那個面罩 就有點像那種養蜂的那種 這個就真的是超牛皮 它就這樣子cover 然後就完全不會吃到血 媽呀兩個人承包了這麼大的一個座位 舒服 待會我們預約了一個滑雪的私教 然後可以一對一一對二吧 對一對二的教學一下我們的滑雪的知識 兩三年之前就我回中國之前 我每年都會去滑雪 但是就是那種自學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運動 還是要專業的學一下 主要就是教你一些正確的姿勢呀 然後避免犯的一些錯誤之類的 媽呀這個Pancake 哇我們現在要去租那個 哇雪板 天啊這雪好大 哇這是我們白天遇到過的雪最大的一次 6小時半天 對 8時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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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半天 我已經拿到我的號碼囉 下一個就是我們囉 這邊就是全部都是器材 對 他要根據你的鞋碼 然後重新再調一下這個 Coco 這邊都是教練咯 我們待會兒不知道會選到哪一個教練呢 耶 我把車上去了 哇雪好大 我要把我的眼睛戴起來 我都受不了了 OK 太刺激了 你喜歡看我的兒子嗎 這個Vlog是我的Vlog 嗨 這是我們的教練 OK 哇 好酷 這也滑雪的小朋友 我們現在還是再出幾道 待會兒我們再多滑幾趟 我剛剛眼鏡進水了 然後裡面就結冰了你知道吧 我們只好回來 曬一下裝備 然後現在眼鏡已經完全曬乾 然後我所有的裝備也順便曬乾 給你們看一下我這個頭套到底是怎麼樣的 但是這樣可以包在你頭邊上面 然後你截口罩就再也不掉下來了 天了這樣好像Ninja Ninja 你看一下那個頭 我靠你就是 我明天可以來吃這個 不行嗎 還好 它這個兒子超乾淨對不對 一点脏的都没有 一点垃圾都没有 一点脏的那种泥什么都没有 就是白白的 超 我们在二十度给大家发起新春的梦后 新春还早啊 差不多吧 我们把这些装备放回去 好吧 OK see you in the restaurant 现在是七点半 我们要坐大巴车到小镇去吃饭喽 哇雪裤真的很有用 但我今天没有穿雪裤 就感觉就很冷啊 我们找到一家非常的cute 叫做阿武茶 然后它也有一些是那种串串烧烤肉 然后也有那种火锅类的吧 OK let's go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这家店竟然是一股网红店 我们也误入了 我们进来正好排队五分钟就够了 它就会有那种瘦器锅类的东西 小姐不想吃 四川火锅想疯了已经 这个是梅子酒 超级超级好喝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OK 蘸牛肉吃了生鸡蛋 应该还不错 对 它们的生鸡蛋很棒 这个感觉是鸡肉 你要是鸡肉 还有什么肉体 好嫩 这应该是鸡肉 跟这种传统的烧烤有什么区别吗 味道很清淡的 就商量都是这样子很清淡 希望我们可以排得到 小姐我们说她今天不去跑温泉了 她说她有点累 但是我还是想去泡温泉 哈哈哈哈 又提着我的温泉小包 出发啦 哇我要吃一下这个薯片 它是披萨味的 这个桃子啤酒超好喝 这次来日本真的是爱上了桃子酒跟梅子酒 我的天哪太好喝了 Good morning 这是我们在Niseko的第四天吧 应该是 我们现在要出发继续去滑雪了 昨天是熟悉了一下 在初级雪道滑了一下 今天我们要在上升到山顶去看一下风景 我们要在房子里面有缆车 可以坐到这儿 坐到这儿然后你可以走到这儿 然后再换一个缆车能到上面 我今天试的是玉米浓汤 然后小姐夫今天吃的是猪 猪排咖喱饭 这次我觉得猪排的感觉比上次的牛肉的好吃 我们要坐在一个缆车上面 这个缆车是到非常上面的 给你们看一下 它到超级无敌山顶上面 有刹车了 我们刚从缆车下来了 有很多人从这边下去 然后我们还要再往上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缆车 是连接山顶的 四点钟会关门 赶紧我们先上去看一下 看见我的眼睛 黑眼都躲 哈哈哈 就是去滑雪的时候 千万不要画睫毛膏 你可以画眼影 但是就是不要画睫毛膏 OK我们滑完雪回来 已经去泡完温泉咯 现在我休息了一下 要重新化了一个淡淡的妆 我觉得滑雪真的是战胜了恐惧 你就战胜了一切 只要你不怕那个陡的坡 不怕速度起来 对不怕速度快的话 你就克服了一切 主要还是内心的那种恐惧的感觉 对然后但是那个陡坡 还是战胜了我 它让我内心的恐惧 达到了一个高点 然后我就摔了脚 天哪好疼 我今天又点了梅子酒 这应该是我在日本境内 喝的最后一次梅子酒 明天我们去机场一定要买 好吗小姐夫 可以 然后是一个芋头 那有点咸 就可能可以 下饭 对比较下饭那种 很脆有点像藕的味道 这是小高同学点的三文鱼海鲜饭 春拿鱼的sashimi 再加上毛蟹 它这种蟹的品种就叫hair crab 它的纹理要更加清晰一点 评价很到位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蟹饺里面 里面有多少的多少的多少的肉啊 超肥的 超肥的 超肥 尝一下 没有柠檬啊 海胆 鱼子 盖饭 溜不溜 你知道一颗三文鱼子里面包含的是什么 盐 青 便 是一条小生命啊 不算 这个时候不是要讲这个 它在你门里爆开的时候就好像大海 冲击到你这点的感觉 一种咸的鱼腥的味道 再加上一个清甜的味道 看着我好想吃啊 给你来一点吧 嗯 嗯 嗯 你想吃吗 嗯 白色恋人 这个不是北海道的特产吗 它这里有这种美酒 这个牌子我昨天在小龙桌上也看到了 可以见 1200 1290 80 96 在电梯里就瘦不了 酒饮喝完了 你 妈呀他要喝了一口 15楼有制冰机 我发现他们房间里并没有冰桶 我决定用热水壶去拿 真的有一个Machine 我还得用手控制 OK Enough 果然我是个傻屁 好吧 你能给我调一杯爵士好美酒吗 算了我自己调吧 OK那么在我享受最后这一杯美酒的同时 我们的这个Vlog就要结束了 太棒 哈喽我已经回到上海了 那么这次Vlog的总结 我想要做的稍微详细一些 因为二十谷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关于交通 住宿 游玩 然后滑雪的一些小知识 小tips之类的 我想说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下 有可能会更像一种语音版的一个攻略吧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交通 怎么样到达这个小镇 北海道这一个区域 它有一个机场是在渣黄市 叫做新千岁机场 上海的话是有直达的飞机可以到的 只是韩班会稍微少一些 然后我们这次的话是先游完了东京 然后从东京飞到新千岁 然后航班就会有非常非常多 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日本境内的这种高速铁路 也就是类似高铁的这个线 叫做JR线 渣黄的新千岁机场呢 它是需要做一个机场的巴士到达各个小镇的 那么到达二世谷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点 西尔顿酒店它就已经有一个站点 当然它也会有在小镇上面有非常多的设的这个站点 大家都可以提前去搜一下 要注意的就是机场巴士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我们这次是没有预约 但是好在运气比较好 赶上了最后一班 然后注意它的截止时间是七点多 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住宿 那么住宿的话 我建议两人或者四人出行的话 可以住在像西尔顿这样子的这种度假村里面 非常的方便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饭店 就味道也特别的不错 然后它里面也会有温泉啊 租立滑雪器材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滑雪的那个缆车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酒店的这种穿梭巴士 它是可以到正中心 每天都有大概十几二十班的车到市中心啊 就如果是六个人八个人或者是家庭出行的话 可以去找一些民宿 也是我觉得比较向往的这种滑雪度假的这种状态 但是如果定在民宿里 问题就是你可能就会要租一辆车 又或者是要包一辆车 就找一个司机向导来带着你们去玩 这样子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在下一个方面讲一下滑雪 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新手的一个滑雪的新手 对 无敌新手 但是来这边的话 他们的雪道有非常多的分区 高级道 中级道 初级道 然后初雪者之类的 都会找到你自己合适的这种场地去滑 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滑雪经验的也不用怕 他们这边有那种Ski School 他们会有专业的这种教练带着你滑 然后关于滑雪的装备 我也是建议穿在身上的滑雪服呀 帽子呀 眼镜呀 手套之类的 都是自己来买 那么滑雪板和雪鞋呢 大家可以不需要先买 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滑雪 这个技术有没有发展空间 有可能你真的就不适合这个运动 那么买了雪板确实挺浪费钱的 它的雪板都挺贵的 都是上千块吧 然后雪鞋 雪板的租力 会在各个缆车的山底下 都会有这个租力点 然后讲到美食这一方面 其实这个小镇上美食可能选项 并没有那么多 这一次是真的只在酒店里面吃了特别多 我真的非常佩服 谢尔顿酒店他们这个餐厅 就真的把控的非常好 就出来的那个菜品 真的品质非常好 味道非常不错 那么我们这次除了在酒店以外 还去了他们一个小镇叫做 25附近好像只有这么一个好像商业 稍微商业化一点的这么一个小镇 去玩的时候想去找些吃的呀 然后一些什么买什么衣服之类的 都是在这个小镇上可以进行的 如果你真的滑雪滑艳了 想要去比较大些的城市的话 可以去扎广市 扎广就是一个设施非常完善的 这么一个城市了 有免税店呀有很多吃的 完全是可以留出一到两天的时间 在扎广市里玩一下的 对OK那么这次25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5真的是一个非常祥和宁静的一个地方 所以拍的内容来讲 不是那种在城市里喧哗的感觉 就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视频 对这次的视频加入了一些爱的元素 对我的那个选歌 我就用了一个就是 非常有感情的这么一首歌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对OK那么我们下次的视频再见咯 我们已经订好了下一站 环球季还有中国型 对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拜拜